大家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装置密集解密 朋友关系如何避免变成灾难 人际交往中的朋友关系 如同人生中的琐碎之处 却是一门复杂而深刻的课题 贯穿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交圈 装置的睿智名言 装置的睿智名言 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干若已 仿佛是一盏明灯 照亮了朋友关系的本质 使我们更加的深刻思考友谊的真谛 这句话源自装置的三目预言 预示着在风云变换的世界中 真正的友谊应当如青涩的水 淡泊而纯粹 下面将深入的解析装置的名言 和其背后的预言故事 探讨朋友关系的微妙之处 以其在人际交往的广袤的天地中 找到一把通向真挚友谊的金钥匙 人际交往中的朋友关系 是一门复杂而又深刻的人生的课题 庄子的名言 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干若已 深刻地揭示了朋友关系的本质 这句话源自庄子的三目预言 讲述了孔子在困境中 向纸商户请教的情景 纸商户通过宁回气壁的预言 向孔子阐述了真正的友谊 与人际关系的内涵 庆林宁回气壁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朋友关系是在建立天性相连的基础上 但面对灾祸的时候 人们更愿意依靠那些与自己写入相连的人 而不是仅仅基于利益的关系 纸商户随后以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干若为瘾 深刻的解释了朋友关系的本质 这番治理名言表达了朋友之间真正的友谊 应当是淡泼无华心灵相通的相比之下 小人的交情则是常常建立在利益和表面的虚化之上 表面上热情友好 实际上随时可能因为失利而背离 孔子深受启发 回去后放下对门下弟子的严格的要求 学生们也更加的尊重他 学生关系也得以更好的发展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朋友之间应该无所保留 亲密无间 庄者的故事提醒我们 过于亲近的关系 可能导致彼此看到对方的缺点和丑陋面 失去了必要的尊敬 人生的天性使然 过于亲密的关系 可能会让人变得恃无忌惮 失去相互之间的尊重 孔子成言 为女人与小人难养也 这既表明了当人际关系过于亲密的时候 容易导致双方不逊的态度 失去了礼貌和规矩 当关系稍微疏远时 可能会引发对方的埋怨和怨恨 而这些情感往往是在于无觉察之间的支身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曾经亲密无间的朋友 最终反目成仇 因此庄者提倡君子之交 既在朋友关系中保持适度的距离 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朋友之间的关系最好是亲疏有度 既能相互欣赏 又能避免过于亲近而产生的矛盾和伤害 只有在适当的距离下 朋友关系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保持长久而稳定 这种淡然而不失深厚的交往方式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之道 人生中的友谊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而庄旨的教诲提醒着我们 要珍视并审慎的对待这段关系 通过理解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干若已的生辰的含义 我们能够更好地建立和维护真正的友谊 这不仅有助于个体在人际关系中的成长 也为社会和谐与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人生的旅途中 懂得经营良好的友谊和关系 不仅是智慧 更是一种幸福的源泉 在分发复杂的人际交往中 朋友关系是一座坚实的桥梁 连接着我们内心和外界的社会 庄子的启示如同明亮的星光 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往真正友谊的名路 通过理解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干若已的深刻的泪汉 我们能够更加地清晰地洞察友谊的本质 并在人生的真诚中培养出 坚韧而持久的友谊花朵 让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携手共进 与真挚友谊为伴 演绎出一幕幕丰富多产的人际关系之戏 让友谊之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成就更加丰富而有意义的人生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者是想法 请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 сю